经济部加速推动了台商回台投资方案 和11家业者签约 总投资金额突破了675亿元 其中一轮集团就砸下了600亿元 不过董事长林一手坦言 回台投资的程序太复杂了 他呼吁政府要松绑部分法规 协助台商返乡才会更为顺利 趁着各地台商回台过中秋 经济部顺势启动大型招商活动 与11家台商签署投资一项书 总投资金额高达675.5亿元 再创新高 而在11家业者当中 投资金额最高的一连集团董事长林一手 也亲自出席 我这一次投资 我们有四个案 应该是要接近600亿的投资 砸下600亿重金回台投资 但是面对程序太过复杂 犹如过五关斩六将 甚至旗下一大世界第一期工程 部分区域仍卡关超过两年 他有话要说 整个投资方案都卡在这个主管单位 我是建议拜托 这个应该地方政府这个手细上 要来配合来办理 谈到近期国内政局不稳定 恐怕会影响与台商最具关系的 两岸福贸协议审查进度 大佬们各有各的看法 应该都会牵帽 最后应该是会牵帽 拖得太长 当然就会有一些的变化 确实会影响我们除了 跟中国大陆后面的货帽协商之外 还有跟其他国家所有的经贸合作的 这个协商啊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在我们整个跟其他国家 接触的过程之中啊 几乎都非常的关切 我们国内的程序 是不是可以顺利完成 两岸福贸迟迟没有完成立法程序 张家住坦言 最严重可能会影响ECFA后续走向 更有可能冲击其他有意愿 和台湾进行经贸合作协商的国家 黄茂雄更担心拖太久 恐将产生变数 两岸福贸协议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顺利通过 各界都在等着看 福贸协议关于台北报